接著 這題比較特別 就是鞋掛天上 賴黃酸師出的比較特別的題目 半夜買手書堆偶一抬頭 巧見半夜月亮 半夜三點 月亮形狀長得什麼樣子 OK 好 因為你是看窗頭 所以月亮不是在頭頂也不是在 地平線 是鞋掛在天上 好 要會這個東西要知道 老師前面教過一些事 第一 上半夜看到叫做上閒月 下半夜看到叫做下閒月 半夜三點是上半夜還是下半夜 第二件事老師要你背 上閒月是西明東暗 下閒月是東明西暗 第三件事我們還沒有告訴你的你要知道的 因為月球的公轉軌道在赤道附近 所以台灣人看月亮都是偏南邊 所以你是往南邊看月亮 問問自己你往南邊看左手是東邊還是右手是東邊 好 你往南邊看左手是東還是右手是東 好 第一件事情 半夜三點看到的是上閒月還下閒月 第二件事情 這個月亮是西明東暗還是東明西暗 第三件事情你往南邊看左邊是東邊還是右邊是東邊 然後你答案就出來了 然後你答案就出來了 好 你答案就出來了 多幾個呢 那黃川師說稍微特別 不是在頭頂也不在天師 斜掛天上 稍微special一點點 稍微special一點點 OK 多幾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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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找一位 找兩位好了 一位帥哥一位美女好了 這位帥哥叫做22 這位美女叫做 11 正好正好倍數耶 22跟11 22誰 11誰 很好 兩個在一起這樣拍起來比較容易拍到 是你 是你 哪一個 第一個 但月三點看到是上弦樂還下弦樂 第二他西里東岸還風明 第七來是三個啊 我往南邊看左邊東還是右邊是東喔 你先來一根 多幾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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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說選豬 請說 小女生換你 你選誰 你也選豬 要死一起死嘛 對不對 人在江湖 人在江湖誰怕誰 要死一起死 答案 半夜三點 下半夜看到的叫做下弦樂 老師說背下弦樂 東明 西岸 你面對南方 請問你左手東還右手東 左 左手東 所以左邊 左手是東邊 因此東邊要是亮的 西邊要是暗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 這個 老師啊 你的答案裡面 你的A也是左邊亮啊 那你為什麼不是 因為他斜掛天上 他斜掛 A是在頭頂附近 A是在頭頂上這樣 來 塗 這樣 月亮 月亮 下弦樂 紫夜升起 東明西岸 升起那邊是亮 然後順著轉 轉過去 順著他的轉 順著 這樣子轉過去 順著他 這樣子轉過來 轉 轉過來 所以 紫夜升起 0點升起 正午落下 上午6點鐘 清晨在頭頂附近 長這樣 長這樣 所以 半夜3點 就這個形狀 我的講義上 畫了上弦樂跟下弦樂 我兩個都畫給你看 畫得長這樣 我曾經在一個 天母國中學生的 抄的比例上 看到他畫了這張圖 但是我猜 他根本不知道他在畫什麼 上課的圖畫完而已 就不知道畫什麼 就畫他升起跟落下的過程 滿月不用畫 為什麼 都圓的啊 怎麼自己跟著整個圓啊 所以不用畫 都長得都一樣圓的 縮樂也不用畫 為什麼不用畫 我看不見 我看不見 是在南亞國座考卷上出現過三遍 第一遍 爛黃川第一次出 寫了這首詩 第二次 黃桂圓老師出題 把這首詩又抄了一遍 第三遍 又回到爛黃川是出題 他又再寫了一遍 寫這個詩的目的 是要能夠暗示你一些答案 可惜你們有的根本就 看不懂 來 上寫月亮西邊什麼意思 上寫月頭髮明東暗 黃昏高掛在南天什麼意思 黃昏高掛黃昏在頭頂附近 南天 月亮都偏海方 南方 台灣人的月亮都偏南方 所以黃昏高掛 在南天 下一句跟地特沒有關係 中秋忘夜夜夜圓 月圓花好現人間 這跟地特 沒啥關係 下寫月半夜來起什麼意思 下寫月子夜升起 破曉登高恨機體什麼意思 清晨在頭頂 登高 最高 破曉清晨 清晨在頭頂附近 下寫月子夜升起 清晨在頭頂附近 逢溯日月同方位什麼意思 就是溯月的時候 太陽跟月亮在同一邊 所以 看月整宇日增輝 你就不用真了 你看不到 碩月 一 它是不發光的月 黑的月 暗月 所以暗月 第二個 就算有一點點 愛愛內涵光好了 你還是看不到 為什麼 太陽比他亮 大家說太陽跟太陽同一邊 太陽比他亮多 一起蒸起 一起 落下 一身又要 這你看不到 所以暗月整宇日增輝 就是 賴黃酸師寫的 啊 希望能夠暗 他自己寫 他要暗示你 考卷上的某些答案 上弦月亮西邊 航昏高掛在南天 中秋望月月月圓花好 縣人間 下行月半夜攔起 破曉登高恨積體 逢朔日月同方位 安月整宇日增輝 有學生 有學生 把他背下來 不知道 有好幾個學生都把他背下來 幫助自己解題 OK的 沒問題 OK 就把他記下來 就是賴黃酸師 說不定他今年又再寫一次也說不定 依照的事已經出現過三遍 好像已經出現過三遍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啊